在花莲狱里有一名50岁的妇人 昨天晚间在荣民医院门口前面的平交道上面 疑似要卧轨巡短 因为她整个人就躺在铁轨上 当时北上的一列火车就快要接近 巡逻的远警看到赶紧呼叫妇人赶快离开 但是这名妇人不为所动 远警来不及通知火车站的站务人员 并且按下紧急按钮 但是呢这名妇人已经当场被火车碾壁造成遗憾 那么现在远警正在调查妇人的身份跟巡短的原因